幾十名外傭手持彪宇在中環遮打到和雪廠街交界請願 他們批評現時的條例歧視外傭 強調政府應該給予居港權給居港滿7年的外傭 亞洲移居人士聯盟說 很多外傭在香港工作滿了7年對社會有貢獻 應該和其他公種人士一樣享有申請居留權的資格 對於有消息說如果政府在官司入面敗訴 就會提請人大釋法 代表認為這個做法不適當 可能會影響香港的司法獨立 代表又強調即使外傭享有居港權 相信最多只會一半人留在香港 而且不會轉工 繼續會做家庭工作 不會搶走其他人的飯碗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譚宇總報導